开场不知道说什么 就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马上就要到双11了 双11又是大家要开始奋战的日子了 那最近呢 我发现淘宝呢 它集成了海外的转运 所以说就像我这样 远在日本 或远在其他国家的海外党 也可以在淘宝双11奋战啊 视频前的海外党 你们激不激动 心不兴奋 那为了双11做准备 今天海螺呢 给大家推荐一点 又便宜又实用的一些 男装的一些配件 然后大家可以加入购物车 准备双11买买买 如果你喜欢这期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投币转发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B站和微博 那首先第一样想推荐的是 袜子 没错 袜子 民族风的袜子 马上就要秋冬了嘛 天气越来越冷了 那一双好看又实用 方便搭配 都能够保暖的袜子呢 可以说是必需品 所以我首先推荐大家 民族风袜子 我之前买的呢 基本上都是优衣库的那个 50色任犬的袜子 那个当然也非常的好看 搭配起来呢也非常实用 你要可以根据自己 平常穿的一个服装 选择适合的颜色去搭配 如果想要再穿的复古一点 然后更加有点味道 更加日系人的话 需要一点更加有装饰性的袜子 就比如说民族风的袜子 是民族风的袜子呢 你要上某宝 就是搜索栏 一打一搜 其实可以超超一堆 均价大概都在30人民币左右 30人民币大概能够买到三双 还是比较划算的 等于10块钱一双袜子 价格便宜 穿起来也不用很心疼 如果洗的变形了 或者是哪里坏了 就别人了 其实换一双新的 颜色种类也很多 淘宝上真的是非常多 具体的店铺什么的 我也不推荐了 大家搜一下 其实品质上应该都差不多吧 第二样 海洛我觉得你应该要加入双十一购物 就是冷帽冷帽冷帽 说三变因为太重要了 秋冬真的是最重要的单品之一 冷帽 去年其实我没有怎么推荐过冷帽 今年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其实冷帽选择真的是非常多 你可以选择自己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品牌 比如说Champing啊 Stoothia啊 其实都不是特别贵 而且还是比较有元气的在国内 那我最近呢是比较迷恋那种 手工天然染制的工艺 所以呢这一次我给大家推荐冷帽呢 是一个国草品牌 一个国内的品牌 关键呢是这个植物染它有一个落色的效果 所以说如果你戴了酒的话 这个帽子自然而然能够形成你个人使用的一个独特的一个痕迹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价格呢也不贵一百来块钱 那要注意的就是这种天然染色的帽子啊 你戴之前最好下雪洗个两遍 因为一开始的话还是会落色 落色可能会比较严重 那洗了两次之后呢基本上就稳定下来 然后你使用了久了 有一些摩擦之类的话 它这里都会掉色 那形成一种个人使用的痕迹 非常的有感觉 这一家市井蓝染这一家品牌呢 我之前也有买过他们的道袍 就是蓝染道袍 那在我之前的那个日系穿着 穿搭的那个视频里面其实有用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道袍 然后第三样呢我想给大家推荐手表 那之前呢就有好多人在问我这个手上这块表 那这块表呢是来自一个澳大利亚的品牌 The House 然后呢这个表呢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 应该和我一样 就是被它这个比较简约的一个表盘设置给吸引了 男生戴着呢还是偏文艺的那种气质的啊 还是不错的 但是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不是这个The House的表 因为这块的话其实有点小贵 我买的时候好像是一万七还是一万五日元 大概折合人民币要一千人民币左右 还是有点小贵的 考虑到学生党呢我之前给大家 重巢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我也加入购物车还没有买 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牌真的要给大家推荐 那品牌的名字呢我打开这里 这也是一家国内的一个品牌 然后呢他们家的一个表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木质的 第一次看到他们家表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被惊艳到的感觉 真的我当初就是这样 木质的手表 之前的话我从来就没有接触到过 像这种全木质的手表 表带和表盘都可以说是木质的 所以刚开始看到它我就很好奇 它当然是一个感觉 那具带过的人的反馈呢 木质的一个表带呢给人感觉就是更加天然 然后贴合皮肤的感觉 相比那种冰冷的金属也更加的好 而且他们家的一个基辛呢 用的是日本的一个基辛 所以走私方面呢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它还是挺可靠的 而且他们家的表真的非常的便宜 学生党完全可以负担的钱 就在100人民币到300人民币之间 我个人给大家推荐两款他们叫做的 一款呢是一个竹质的 它就是全竹的连表盘和表带都是竹头做的 非常的有感觉非常有质感 那另外一款给大家推荐呢是这个木质的 但是它的表带呢是皮质的 如果不习惯带那种比较硬的 木质主制表带的话 在这款以后会比较回事一点 关键关键还是价格很优势 双十一不知道他们家会不会做活动 如果做活动就更好 等我这块的耗色表坏了之后呢 我肯定会录制他们的手表 那第三样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 我手上的这个 一个 黄铜的一个手镯 那这个呢也是有点蓝染那种风格的 这是另一家 淘宝的国潮店铺 名字呢打在这里 它呢是一个黄铜 贴了一个蓝染谷布的一个设计 这个配饰呢也推荐给 比较喜欢日系复古搭配的男友 那上手的一个效果 就跟我现在带的这个一样 因为这是黄铜金属嘛 你就轻松的让它收紧 反开都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上手的效果 也是挺不错的 价格呢稍微有一点点小贵 他们家好像是不参加双十一活动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 优秀的一个搭配的单品 值得推荐给大家 加入双十一的购物车 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 那些双十一我觉得 你应该要加入购物车的一些单品 但有些店铺可能双十一没有做很大力度的优惠 但是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还是挺实惠的 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了发弹幕抠个一 让我看到你们提醒你们的手来 然后我是海罗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